表白糟距的失戀男 锁定新颖女子 刚交往的男友欲先埋伏 等到情敌从女方家出来 要置他于此 因为自己只能是唯一的男友候选人 失戀男早早就利用自己的电机专业 操纵电梯卡住情敌 打算放火赶尽杀绝 不料场面失控 酿成一死一伤 欢迎收看五二汇特市鬼案系列单元 我是何慧荣 今天要带各位谈一件乍看之下 像是意外 没想到尽是情杀案的电梯警杀人事件 若不是死者跟女友之间 确认彼此到家这样的习惯 恐怕真凶很难被抓到 报平安 还有身边人的激紧性都很重要 我们先从惨死的受害者开始讲起 1984年12月16号 对何昊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 他仔细照着照镜子 确定能给女友父母留下好印象 开心前往女友小于家吃晚餐 这是两人感情向前迈进一大步的象征 何昊然把握机会想好好表现 加上自己电机系毕业已经当了工程师 条件还算不错 应该是机油股吧 他知道虽然自己家境没有很好 但跟女友之间算是门当户对 因为他们都住在香港的高超稻村连租社区 他住在八栋三楼 女友住在六栋十三楼 小两口正热恋 平常都会先等女友到家 女友从家里开窗目送男友回家 因为何昊然搭完电梯之后 还会出现在对面的通道 真的是很浓情蜜意 彼此确认都到家了 才会来放心休息 但这一天见完家长 小鱼等啊等 始终没有等到男友现身 怎料男友已经遇上死神 电梯可能坏了 这是小鱼第一时间的直觉 所以她立刻告诉家园并奔向电梯 发现电梯数字保持显示在七楼 但怎么按也不动 就怕男友受困立刻通报警消 果然有异状 一刻敲开了电梯门 诡异的是电梯并没有停在七楼 而且还散发出煤油味 消防人员赶紧从八楼打开机门 伸头一望 有明显写字 人呢 没想到先被找到的不是男友 何浩然 而是另一名男子 刘文昌 他表情呆质 身上有一些轻声 躲在升降机顶的指甲上 旁边发了个黑色旅行背带 这男人 小鱼再熟悉不过了 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 并跟男友都是同一个教会的信徒 即便小鱼心中 有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他不敢多想 只希望能赶快找到男友 因此 警消第一时间也以为 他只是个受困乘客 自行脱困等待救援 大伙儿七手八脚 把人给救出来 就在这时 其中一名垂降救援的消防员 头上的照明设备扫过 发现升降机槽的缝隙中 有个人影 报告 底下似乎有人 没多久 何浩然 被找到了 他残死在电梯草底 手部烧伤 身上多处油渍 手脚骨折 眼鼻渗出血水 特别可怕 身上明显遭人连续横砍 颈部还绕着尼龙绳 紧急送一急救 仍然宣告不拒 这时的刘文昌 几度想要趁气落跑 被警方死死盯住 这时刘文昌还识口否认犯行 声称 很浩然的死跟他无关 刘文昌是这么说的 我本来是想要找小鱼的啦 遇上电梯突然发生故障 所以我试图按警铃但失灵 我不能助理代币啊 所以打开上面的气窗 爬上升降机顶 打算沿着钢篮爬上去 找另一边的出口 那何浩然为何沉湿草底呢 警方继续问 刘文昌冷静于分析说 他先前可能跟我一样 遇到电梯故障 警铃又坏了 只是在爬出来的时候 失足从空隙摔下去才丢命的 殊不知警铃没有作用 根本就是刘文昌动的手脚 而他被救出时 那个黑色旅行带 全部都是杀人的工具 包含各种电子零件 叫花的刘文昌 从容解释 因为自己是电机工程系的学生 身上带这些东西很正常啊 但接下来搜出的东西 可就百口莫辨了 刀子 绳索 油罐 胶纸 这些证据他就是不认 警方立刻将他列为 重点嫌疑对象拘捕 等待各项检验报告出炉的期间 小玉在协助认识之后 似乎想起了什么 开始一口咬定凶手 一定就是刘文昌 原来刘文昌早就认识小玉 并多次向他表白 说毕业之后想要娶他为妻 小玉总是说别开玩笑了 以后再说 像这样子不是足够明确的玩具 让刘文昌觉得 真是害羞了 还是有机会的 甚至猜想 这应该是默许了吧 没想到后来发现 小玉跟何浩然在一起 在刘文昌的认知就是何浩然插足了他们的感情 他觉得明明就是我先看上小玉的 认识的朋友怎么可以横刀夺爱 内心度火中烧 但小玉觉得男未婚女未嫁 喜欢谁跟谁在一起合错只有 既然闹僵了 他们彼此也就没怎么再联系 但出事前不久 刘文昌突然摆出兵士前嫌的姿态 主动跟已经交往的小玉跟何浩然来联系 而这对情侣 他们没什么紧决心 对于能够话题为友都挺开心的 但没想到寻常的聊天答话 让刘文昌一手掌握他们的动线和行踪 随口一句 大概十点会回家吧 成了何浩然的生命终点 刘文昌利用自己的电机专业 外接电梯的升降操控装置 算转搭电梯的时间跟动线埋伏等候 只要何浩然进到电梯 就会在操控之下瞬间变成密室出不去 接着往里头注入化学气体 企图先把情敌给弄晕 但何浩然在相对缺氧的环境 仍保有意识 刘文昌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泼洒煤油企图点火制造烟雾 甚至不放心 想要亲自了结情敌 打开顶盖 假装要即可救援 实则持刀攻击 还打算用尼龙绳把对方吊挂在电梯 经过这些折腾 何浩然全身无力 最后被推了下去 这才导致何浩然坠落草底没了气息 刘文昌本打算顺着电梯警 往上要横跨到另一部电梯来逃走 只是万万没想到警骚先一步抵达 只好假装成受困的伤者 想要猛困过关 时间回到案发前两个月 何浩然在自家社区莫名遭到袭击 对方一身绑匪装扮 偷袭行为却是企图伤害而非抢劫 这已经让被害人起疑 歹徒目的不单纯 其实正是刘文昌嫉妒心作祟 找他们麻烦 甚至为了阻止两人的恋情 刘文昌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电梯动手脚 但前一次只是想要吓唬 让何浩然知难而退 所以让他受困一下子 这也导致秦吕良以为电梯老旧了 容易故障 讲好每天都要在阳台目送男友返家 如果时间太久都没有看到人 那就代表电梯又故障了 这就回到为何第一时间小鱼认为是电梯坏了 而这个鱼约定确实起了作用 虽然没能救回男友的性命 但至少没让伸手逃跑 还记得稍早提到 伸手跟死者是同一个教会的信徒吗 嘴硬的刘文昌根本不认自己的罪行 最后能突破新房让他认罪 据说进去跟圣经有关 因为在验尸的时候发现死者手中握有圣经内叶的一小脚 即便刘文昌斩钉截铁说自己是无辜的 上帝会为他见证 但事实胜于雄辩 刘文昌随身的圣经缺了一页 而这本圣经打开厚厚的书皮 第一页空白处写着 给昌阿然跟小鱼赠 曾经三人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 但刘文昌并没有因此忏悔 坚持自己是放上帝之名 要消灭情敌 自己才是小鱼的真命天子 最终谋杀罪名成立 1986年1月21号 高等法院审结 25岁的刘文昌被以谋杀罪判处还手死刑 还手死刑其实就是绞刑 不过香港史上最后一次执行还手死刑 是在1966年 当年香港还是英治时期 英国已经废除死刑 所以在1967年到1993年香港正式废死之前 死仇都被赦免改判无奇徒刑 因此最后刘文昌同样改判 改成30年监禁 案发的高超道村也已经清差了 至于整起震惊全港的情杀案 被亚洲电视改编拍进了新香港奇案当中 感情世界在还没有婚嫁之前 并没有先来后到规范 不适合的人强求也没有用 顾不得了心里的坎 让电梯成了席剧好友的棺材 自己的前途也如同那坠死的电梯景底 暗淡无光 杀情敌凶险 从死刑改判30年监禁 希望他的下半辈子 能够在反省中度过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 无二会客室国家系列单元 欢迎多多留言讨论 也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何慧荣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